由塔利班代理外长穆塔基率领的代表团 刚刚过了的周末到卡塔尔多哈 和美国国务院、情报机关等官员会面 塔利班会后形容会谈顺利 说美方同意向面临经济困境的阿富汗提供人度援助 塔利班也同意为外国公民合法行动提供便利 但是没有详细解释 塔利班发言人沙因透露 穆塔基在会上向美方承诺 致力确保极端分子 不会利用阿富汗土地向其他国家发动袭击 你问到会不会与美国合作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分支 杀印和塔利班有能力致行对付 今次一连两日会面 是自8月美军由阿富汗撤军之后 双方第一次面对面会谈 美方声明形容对话坦率同为专业 华府代表团重点关注阿富汗安全 恐怖主义问题 美国和外国公民安全通行 以及女性等人权议题 提到双方讨论了美国直接向阿富汗人民 提供人度援助 美方重申将会根据塔利班的行为 而不是单凭言辞来评估他们 强调会面并不等同承认塔利班 有线电视记者郭慧如报道